接下來呢 我們來請教一下周應俊老師 我們的手面相 如果出現什麼樣的特徵呢 要特別小心要開始露財了 對 通常我們說有露財的 這樣子的手面相 其實它不是在臉上有什麼露財 那個就是沒辦法 因為你永遠就會露 那我們現在說的是硬勢 因為硬勢比較重要 就是有時候我們因為硬勢露財 我們可以避免的 如果有這些跡象的話 你就是要小心 在哪一方面小心呢 自己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叫財顏折損 那露財連連 如果是這個狀態的話 如果你的額頭的氣色 就黑如沉蒙 就好像你的額頭感覺 好像灰蒙蒙的 好像暗淡無光的 你要注意 那可能就是在那個工作上面 無端會出現一些麻煩 那有時候你一直在 解決這些麻煩的事情 但是麻煩還是一直出來 而且財硬方面會一直的 感覺好像一直的露 額頭有氣色灰蒙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人呆財做飽 不能幫人家做飽 不能幫人家 什麼事情 就沒關係 我來我來 這個你借他沒問題 我其實我覺得這個人很好 那個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注意一下 真的有這種 真的啊 現在有沒有比較少一點 這麼笨的 好朋友啊 都覺得他沒有那麼糟糕 你可以借他 我現在是沒有 我有 我就會借他 你借他沒關係 但是你答應人家 以後你就變成 因為你的個性關係 你還是會要還 替他還獎錢 所以要注意 那個不是說 只是那個蓋章的做飽 那是口頭的做飽 那也要小心 這個就要注意一下 整呆啊 那再來一種就是 事業上面的歡樂 那財庫是破洞 那在哪裡呢 就是在 我們講叫兩錢輕籃 就是那感覺 這個錢骨裡面 花青花籃這樣子 而且暗淡 灰蒙 也是一樣灰蒙 那這個因為 通常錢骨就是代表你的權力 你的工作 你的事業 如果是在這裡的話 可能在事業方面 如果出問題 很可能你本來 管理能力什麼都很不錯 但是你這一陣子 可能心服氣躁 可能就比較愛罵人 可能就是講話口無責攔 你就會得罪著你的下屬 或是說你慢慢的 就是你 你的同儕之間 你可能就是因為有一句話 你去得罪他 那些小人都會跑出來的 這樣子你就莫名其妙的 你的整個工作 就這樣子翻轉好 或是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在 如果說你的錢骨方面 出這個問題 那不只財務破洞 你的工作方面 也會出現大問題 所以這個也要注意 老師 那如果額頭跟這邊 你說會出現黑黑的 不然洗在外面 黑青的會有算嗎 沒有 如果說你是不洗在外面 黑青的 我跟你講 它在工作上面也會出問題 所以我們說的就是 對 我們說的就是 你只要這裡出現 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你就是要避免哪一方面 譬如說你在那個錢骨上面 那你就要避免跟同事 同儕間 你是下屬或是上司 你這間的講話方面 你就一定要含緊 所以膚色永遠都要小心 對 那所以你氣色出來的時候 就是要告訴你 這裡的地方出問題 真的 要小心一點 還有就是 經濟 耗損 意外 破財 這個人就是 如果你在鼻翼方面出現紅金 你會覺得紅得很不錯 其實紅金就是在漏財 那或是那個色暗 我有黑斑 或是黑斑 或是有時候甚至於 我說我擠個痘痘 一樣在鼻頭這裡 如果擠得痘痘 它就是破財 你要知道 不要產生 就是要預防你的過度消費 就是你有時候心情不好 反正我就是去逛街 去買一些沒用的東西 因為過度消費就是 出了你的能力範圍的消費 我們稱為過度消費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買 那個什麼所謂的什麼包 結果你就是去消費了 結果你就是因為這樣子 可能你好幾個月都要 勒緊褲帶 對 所以說就變成是 你有時候會產生過度消費 有時候人家可能在那邊 沒事 人家做那個叫什麼 玩來 那個跳來跳去的 這個就我們看在這裡 我就給它壓下去 這個叫投機 好 那你去投機 你就輸了 一定是輸的 你要注意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絕對不能去做投機 也不要做投資 因為這個就是你肉財的運勢 你去投機 投資都不行 因為一定會肉財 一定會破財 還有在消費上面 你還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小小的消費 修解一下自己的那個情緒 方面問題是沒有關係 但是過度的消費 你就要扛再扛好幾個月 要注意一下